其實我這個位置啊 我架在這個地方 額外的還蠻好用的 我告訴你們幾個優點 第一個是窗戶現在在後面 所以後面會有自然的光打進來 所以我的臉上看起來 不會 呃 光線是很溫和 溫和許多 不會看起來那麼不自在 然後第二個是 後面現在雖然很凌亂 不過如果哪一天這個工作室整理起來之後 就會應該背景看起來會漂亮許多 那今天在黑羽工作室這裡呢 主要是跟9man有一個工作的合作 要在這邊進行拍攝 那之後我自己也會獨立拍一支 那內容呢 大概就跟4K的影片編輯會有一些關係 所以如果你們大家有興趣的話 之後一定要繼續關注 你用相機尊最明顯 你現在 你要一開始先浪然後再尊 浪 對阿 然後尊進去會發現 Leg 看4K 轉圈圈那個也蠻明顯的 轉圈圈很明顯 欸他的毛頭明顯了欸 他轉圈 這個很明顯 他還停下來讓我們看 因為在讀去 這功能好方便喔 原來會自動停下來 對喔 你看那個草就很明顯了 有 可是應該還是有壓縮啦 沒辦法到 完全的4K 應該頂多 就是如果未來4K普及 然後網路速度也普及的話 4K做到這種程度 對阿 看好可憐喔 我來這邊工作完之後還要當黑羽的工具人 看 講這樣 黑先生 我先從網路開始下手 那黑羽的工作室一直到現在 都還沒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網路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第一步先把網路搞定 身為一個YouTuber 如果沒有優良的網路可以用 我想應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那同時呢 要進行影片編輯的時候 沒有一張好的椅子 我想也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黑羽這邊就先進行安裝椅子 分享器中好了 工作室 現在有萌萌的Wi-Fi 可惜主人沒有萌萌的 幹 好啊 媽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黑羽的工作室現在有一個超大的 4K電視 我到現在才是第一次用4K的畫質 去看YouTube的影片 那工作當下 我們當然要看看其他YouTuber的影片 來增加自己的見識啊 spaces 昨天 tik 還在混 Can you cool 很慢的 好啦各位 結果沒想到今天這樣一路忙 直到現在已經 11點十二點了 我現在其實還滿累的 不過 今天我有些東西想分享給你們 呃~~很久之前我拍過一支vlog了 分享我的包包裡面到底都裝了哪一些東西 這是我的充電器 這個是插鏡頭 就是鏡頭髒掉之後可以用的 那從那個時候到今天已經過了蠻長的時間 應該半年以上有了 其實我的設備有一些更新 然後我也可以跟你們分享 一路用下來我覺得哪一些東西算是不錯的 首先第一個是 這一個 這一個腳架 這個腳架呢 我之前跟你們講過 這是兩個牌子合併在一起的 是這個牌子 可不可以看到 這邊 然後我上面呢 它上面原本附的那個快拆雲台我拔掉了 我裝的是這個 就是章魚腳的 我這次兩個都我帶去日本 那我去日本的時候呢 我同時用了章魚腳跟這一隻 我發現章魚腳的腳架 它雖然很棒可以攀在任何地方 不過它軟腳的時候幾乎是不能用 簡直是個攜帶型垃圾 不好用 所以我現在對這一隻的依賴性非常的強 不論是它的快拆 從相機上面拔下來只要兩秒鐘 然後你需要高度的話 它就可以伸長 縮起來 或是你要立在桌面的話 這邊就可以打開 轉一下 它馬上就是一個平台 這個腳架是我現在非常非常喜歡 非常愛用的腳架之一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東西是 這個羅技的滑鼠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那這個滑鼠呢它非常棒的地方是它後面去可以切換的 就是你打開之後 它是可以去切換 有三種模式 那第一個呢它就是一般附的小USB 插い電腦就能用 第二個設定呢是藍芽 我現在家裡可能只需要這一個滑鼠 我可以同時拿來操控我的桌墊 然後我帶出門呢我可以切換成藍芽 控我的筆墊 這個滑鼠更厲害的地方是 它是不限制任何平面的 你甚至在玻璃上面想要使用它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帶出門的情況下 有時候你就是在 沒有辦法在一個很平的桌面 是你在這個木桌子 或是你在一個玻璃桌上 你想要剪影片的時候 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選擇 而且它不需要電池 它只要從前面插的就能充電 它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它的滾輪 你聽 這個是平常的狀態 但是你如果壓下去之後 它就會這樣子無限旋轉 這個東西看起來非常不怎麼樣 不過它實在是非常的有用 尤其是針對現在的手機 或者是一些筆電 現在一般桌墊呢 都會有直接有麥克風的孔 跟耳機的孔 可是為了節省筆電的空間 它只會有一個孔 它同時並存了耳機左右 順道的功能跟麥克風的功能 那你一般 包括我現在相機上面 插著了這個麥克風 它沒有辦法直接插在筆電 或者是直接插在手機上面使用 因為它是只有兩環的 這個時候你就要需要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它上面是三環 那上面呢同時有 左聲道、右聲道跟麥克風的線 那它轉出來之後就會變成兩個 就是這個 一個是耳機 一個是麥克風 我上一次在墾丁做直播的時候 我用的就是上面的麥克風 音質非常好 就是透過這個東西 我這個直接插在手機 或是插在我的筆電上面 然後我另外一端 選擇性的 你需要用麥克風 就把麥克風插上去 需要耳機就把耳機插上去 我在外面就可以達成使用這個麥克風 進行錄音 或是當作直播的麥克風使用 而且這一條非常的便宜 在網拍上面隨意找都找得到 接下來這兩個都是定交鏡 你們應該在我之前的Vlog裡面有看過了 定交鏡的威力到底有多厲害 那這一顆是我自己買的 是Canon 50mm的定交鏡 那它這個50mm呢 其實直接等效換算的話 大概是80幾mm吧 因為它這個是給全伏機使用的鏡頭 那這一個呢 也是全伏的鏡頭 那它的定交呢 它的焦段是35mm 這一顆是很老舊的鏡頭 是跟我的同事Leicester借來的 因為我用了這個之後 我覺得它畫質雖然很漂亮 但是它的焦段實在是非常的遠 有時候你要拍一個人 你要退到它快10公尺之後 你才可以拍到它全身照 所以我需要一個比較近的焦段來做使用 但它比較近的焦段呢 變相了它會有一些現在才會 現在看起來是缺點的東西 比如說它的聲音非常的吵 那我直接裝上去給你們看一下 我先裝一個給你們看 這個是我最近拍Vlog常用到的 50焦段的鏡頭 好 我其實是站在跟相機一模一樣的位置 那它呢 它光圈可以開到非常非常的大 1.8 1.8是它最大的光圈 那它光圈開到最大之後呢 很厲害的就是 有沒有看到我的背後變得非常的模糊 但它光圈開到最大之後呢 它後面的閃頂就非常的漂亮 不過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說的焦段太遠了 所以你看我 相機跟我的人在一樣的位置 但是我的畫面拉到那麼近 所以我們現在換另外一顆鏡頭來試試看 好 這一顆是35AM的焦段 我現在等下換下來可能大概五六十左右吧 它現在就不會像剛剛離我的臉這麼的近 不過它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對焦 因為它是老舊的鏡頭 所以它的對焦非常的大聲 數一聽 有沒有它的存在感非常的強烈 所以這顆鏡頭我主要應該是拿來拍 不需要聲音的畫面的時候 我只會拿這顆出來拍 不然我可能話講到一半就會一直這樣子 啪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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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那我們先換回我們原本的鏡頭 好我們換回原來畫面了 這樣子是不是好多了 其實我拍VLOG 我覺得推薦還是一定要廣角鏡 以上幾個呢 就是最近我隨身帶了一些小設備的更新版 就是跟之前不太一樣的東西 分享給你們 然後型號我通通都會有寫在下面下面 詳細資訊 如果不清楚的話 可以點下面 點開稍微看一下 那在今天的影片結束之前呢 我在跟你們分享一個前一陣子 我生日才剛過 那有一個人寄了一個東西給我 我一直忘了入鏡我的VLOG裡面 就是這個 它很早就寄來了 我非常的喜歡 Happy Birthday 所以它裡面的東西非常的厲害 它把我的LOGO做成小香包 應該是小香包沒錯吧 因為聞起來香香的 而且後面還會有這個 BLOCK BEAR 第二個版本 有沒有 以前我還在更新遊戲頻道的時候 我每一次開場都會用這個當做一個LOGO 然後第三個是超級放大版 有沒有它是超級大的版本 那它三個基本 這個呢它比較特別一點 它後面還有做一個拉鍊給我 就是裡面可能可以放些小鈴錢幹嘛吧 非常抱歉 我忘了跟你講 我有收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特別拍到VLOG裡面 希望你有看到 我有收到 我很開心 謝謝你 好啦今天就先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VLOG再見 大家掰掰 NICO這一支自己跟自己的交換禮物真的很厲害 大家一定要看我放資訊卡裡面